第七集 尸体脸上也是溃烂不堪 鼻孔里和嘴里有几只蛆虫爬进爬出 他的嘴微张着 表情痛苦 看着很是猙獰 脖子上有道很明显的红痕 我愣不是因为尸体的惨状 而是我认识他 昨天晚上还坐一起吃饭的 是小胖 我看着小胖的尸体 目瞪口呆 法医和警官说话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里 初步判定 尸体为男性 年龄在二十五到二十八周岁 尸体死亡时间 二月七天前 身身中度腐烂 死亡原因被自意 我抬起头 如遭雷劈 死亡时间七天前 那我昨天晚上 见到的 是谁 小胖那憨憨的笑容 还浮现在我的脑海 我满肚子疑惑 怎么法医 就说他死于七天前呢 那个警官点了一点头 问边上的同事 死亡身份查清了没有 同事说 死者刘晓光 今年二十五岁 目前无业 前几天 刚因为工资的事情 和工地包工堂 吵了一架 还闹到派出所 所以派出所那里 有他的记录 警官又问 一直处在一边的房东 你怎么发现死者的 房东哭丧着脸说 这几天 午夜一直打电话给我 说我这里 恶出门太大 影响到邻居的日常生活 我就今天一早 过来看看 谁知道 他已经 房东看着 有五十来岁 不顶 身上穿着背心裤衩 一脸的沮丧 自己的房子 莫名其妙有人吊死 以后房子 就租不出去了 我看着小胖身上 爬来爬去的狱虫 也相信了法医的话 这绝不是死了 一两天的样子 警官跟我们说 这样 你们先把尸体 送去殿仪馆储存 等我们联系上 死者家人 然后再做决定 大头答应一声 排着担架 就往前走 我就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警官疑惑地 看了我一眼 大头连忙走过来 拉了我一下 他也许 怕我又出什么状况 我心里 一直翻腾不已 这个事情不搞清楚 我真的不甘心 这时 我突然想起 昨晚留了小胖的号码 连忙脱下手套 伸进裤兜 掏出手机 划开手机 我找了找 居然没有找到 小胖的号码 怎么会这样 我一阵头晕 想起昨晚 大排档老板 那奇怪的眼神 我这才明白 原来他奇怪的是 为什么我一个人 要两副网筷 一个人坐在那里 嘀嘀咕咕地 谈得那么开心 原来 他从始至终 都没有看到小胖 难道 真的是我的幻觉吗 脑中灵光一闪 我想起小胖的手机 他昨晚 手机拿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 是黑色的一款 国产机 只要找出来 看跟我昨晚 看到的一样 那就能证明 我昨天晚上 不是幻觉 蹲下身体 我就开始 清理小胖身上的屈臭 我不能把 这样的小胖带走 我挑得很仔细 不放过 小胖身上 任何一个部位 大头也蹲下来帮忙 我感激地 看了他一眼 其实 可以抬到殡仪馆 再做清理的 可是我不忍心 看到小胖身上 有不属于他的东西 警官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 最后还是没说 只是轻声叹了口气 他们跟我们一样 都是见惯了尸体 除非是自己熟悉的人 否则不会有任何的 情绪波动 是冷血吗 不 应该说 已经习惯了 所以 已经没感觉了 终于清理完毕 我又检查了一下 没有遗漏 我跟大头 把小胖的尸体 放进尸袋 然后 抬上担架 没有人放鞭炮 我跟大头 默默地 将担架抬下楼 抬上车 下雨了 把小胖的尸体 送进 暂存式的冰柜后 我就坐在凳子上 等着 本来 这段时间 我的人缘就不咋地 再加上 现在一身寒气 生人物尽的模样 那一个个 更是躲我 躲得远远的了 大头可能 跟老耿说了情况 所以 老耿 也没来指使我 我也乐得清静 一直到下班 下班了 外面的小雨 依旧飘着 这夏天的雨水 真是多啊 我没有穿雨批 就这么淋着小雨 骑在电瓶车上 这种小雨淋着 对身体没什么影响 不过 我也想让雨淋淋 好让自己冷静一下 这一下午 我一直在琢磨 为什么昨晚 会看到小胖 或者说 小胖的 鬼魂 到底是我的幻觉 还是真的发生了 我不知道 所以 我要搞明白 我去的方向 是小胖家 我必须去 找出小胖的手机 看看 是不是黑色的 那款国产机 我情愿自己见鬼 也不情愿 自己身上 有什么隐藏的毛病 我不知道 那里有没有手机 也不知道 警察有没有 把手机搜走 但是 我必须去 在小区外 我等到半夜 看了时间 夜里十一点半 我很快就到了 那栋楼前 可能 是发生了命案 也可能 是时间的确很晚了 楼上没有 一户人家亮灯 看着黑色的楼道 我没有犹豫 一头钻了进去 小胖 会不会在里面 等我 楼道里 一阵一阵的 冷风浮光 不知道 是我心里作用 还是怎么的 感觉 这风 阴森森的 让人毛骨悚然 我其实 不是胆大的人 小时候 半夜尿急 都不敢一个人 上厕所 可现在 我却逼着自己 大半夜的 跑到这刚发生 命案的地方 这时候 突然想起那算命老头的护身符 有点后悔 为什么没买回来 不管盖没盖印 起码 心里能舒服点 到了小胖 租房的门外 直接 大门敞开 外面围着 黄色的 警戒长条 我小心地 避开警戒长条 坐了进去 我小心翼翼地 掏出手机 不敢开手机的 手电筒功能 只能用 屏幕上的 微光灯 照亮 必须小心点 这要是被警察 逮到 满身是嘴 也说不清 屋子里 一片凌乱 我心暗想 这警察 怎么跟 小日本进村一样 房间里 仍然残留着 尸臭味 小胖租住的 房间不大 只是一室一厅 屋里的摆设 也比较简朗 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大厅里最贵的 可能就是一台 落满灰尘的 电视了 手机应该 不在客厅 我就着 手机的微光 往卧室摸去 刚刚走到 卧室门口 啪 电视 打开了 我的脚步 停在 卧室门口 慢慢地 回头去看 电视上 放的是 古装电视剧 小胖 小胖 正心不在焉地 看着 小胖 惊认识之下 自己的手机 我看到了 他的手机 黑色的 这说明 昨天晚上 真的看到他了 小胖 在等电话 有些烦躁 我看他的眼角 有些瘀青 脸上 还有几道伤痕 终于 他似乎下定决心 拿出手机 拨了出去 等了很久 对方才接听 喂 老婆 小胖的声音 有些低沉 打电话给我干嘛 钱要到了没有 不知为什么 在这寂静的夜里 对方的声音 我听得一清二楚 好像 就在我耳边 说的一样 是个女人的声音 小胖犹豫了一下 说 喂 对方声音变大 而且 有些尖锐 没要到钱 你打电话给我干嘛 真是没用 工资都要不到 你还能干嘛 死了算了 小胖沉默 面色 难看 对面 看小胖一直不说话 无奈烦地说 好了 没事我挂了 电话费不要钱 怎么的 小胖连忙说 等一下 老胖 我 我有事想问你 有事想问你 有必快放 小胖犹豫了一下 难难地说 老胖 我听村里人说 说你跟小叔 呦 呦 似乎很不耐烦跟小胖打电话 说 好了 没事我就挂了 要不到钱 你就别打电话给我 真没用的东西死了算了 对面电话挂了 小胖满脸的怒意 量起手 用力把手机扔出窗外 然后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使劲的 用手揪着头发 嘴里更是喃喃地骂 贱人 贱人 小胖抬起头 我看到他眼角隐隐挂着泪珠 小胖性格懦弱 所以他跟我不一样 我是被同学排挤 而他是被同学欺负 每次有同学欺负他 他都是抱着头 窝在墙角 等同学都打累了 打烦了 再慢慢地自己站起来 但是 再懦弱的男人 也有不可触碰的东西 现在 他的老婆 红杏出墙 红杏出墙 对他来说 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 你就这么盼着我死吗 好 我成全你 小胖慢慢地 在墙角工具箱 找出一股 尼龙石 然后搬来凳子 站在吊绳上 打结 他的动作 有条不稳 没有一丝的情绪波动 也许 真的是所谓的 白沫大鱼心死的吧 我只能 眼睁睁地 看着小胖 慢慢地 把脖子 套进绳截 然后 踢掉凳子 小胖在半空挣扎着 头顶的老式吊扇 发出 何知何知的 刺耳响声 听说 上吊自杀 是最痛苦的 一口气 闷在喉咙里 上不去 下不来 还听说 上吊死的人 投不了胎 每天重复着 临死的镜头 我不知道 小胖为什么 选择这么极端的方式 结束自己的生命 小胖 你好傻 这样的女人 值得吗 你失去了生命 这是你最宝贵的东西 她呢 一转身 就成了别人的女人 小胖听不到我的责问 她挣扎的幅度 越来越小 然后 不动了 看着小胖 那张因为痛苦 而显得有些 猙獰的脸 我为她 感觉不值 忍着被子 选择生与死的机会 只有一次 小胖 你这个懦夫 选择了死 小胖的身影 越来越淡 最后 化为虚无 我不知道 这是自然现象的情景在现 还是小胖 死不甘心 她想让我知道 她为什么而死 知道了 又怎么样 我什么都做不了 她的死 就如同海边的沙 一文不值 我心里唏嘘 可是 已经没有继续待在这里的必要 只能离开 回开门 走出这个小区 外面的雨 已经停了 凉爽的微风 扶面而过 也许小胖 会成为附近邻居 茶钱饭后的 谈论焦点 但是不久之后 大家 会慢慢 将她遗忘 最终 不会再有人提及 真的 值得吗 第二天 我终于看到了小胖媳妇 看她长得还算五官清秀 不过 那双倒八道的眉毛 把整个人的形象都破坏掉了 她的两眼细长 看人的时候 不时会有一两道寒光闪过 一看就不是简单的人 她穿着一身黑色的套裙装 身材还算可以 就是怎么看 怎么不舒服 也许是我先入为主 对她的印象不好了吧 这时候 灵堂已经摆好 她扑到小胖的棺材上 就大声的嚎哭起来 不过雷声大 雨点小 我在边上看了半天 愣是没看她流一滴眼泪 一个四十多岁 眼神有点闪躲的男人 在边上扶着她 两个人不时的对视一眼 我心里恍然 这男人就是小胖的小叔 你们还要不要廉耻了 在小胖的灵堂前 都能公然这样 就不怕小胖从棺材里爬出来吗 小胖的爸妈也来了 他们还记得我 毕竟自己儿子在学校 什么处境他们也知道 所以对我这个 愿意跟他们儿子一起玩的同学很好 经常让我去他们家吃饭 刘妈妈一把拉住我 话还没说 眼泪就刷刷的掉下了 刘爸爸只是叹声哀气 人生最大的悲剧 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 辛辛苦苦把一个孩子拉扯了二十多年 给他娶了媳妇 结果一朝醒来 进城泡沫 更何况 摊上这么个儿媳妇 如果改嫁还好 就把他赖在刘家 跟小叔勾搭也就算了 再去欺负二老 那可真是二老的悲哀了 看着小胖媳妇跟他小叔拉拉扯扯的样子 我就冒火 就想要整整他们 可是该怎么办呢 想了一会儿 真让我想出办法来 我去扯了一张烧纸 又去办公室拿了笔 坐到一个偏近的角落 在烧纸上写字 你跟小叔插插的时候 我会在边上看着你 我模仿的是小胖的笔记 上学的时候小胖成绩好 我没少抄他的作业 也许十几年过去了 笔记会有不同 但一个人的很多书写习惯是不会变的 比如小胖写得的时候 那一勾都会拉出来 我学他写字起码能像个八分 相信他媳妇也认识他的笔记 八分像就够了 我要的事就是让他疑神疑鬼 只要心里有疙瘩 肯定有他难受的 我也只能想出这种 只能算恶心人的办法 来帮小胖出气 毕竟我要钱没钱 要权没权 至于效果怎么样 我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小胖真的死了 小波深夜去到案发现场 看到事实真相 于是萌发了替小胖报复的念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台诗人》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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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诗人》第八节